- 妈妈,昨天好严重啊,我真的以为我这样要挂了 - 唉,让我真是着急,真是着急 - 说昨天的话,你这个高烧不退,很危险啊 - 要送你去医院,你又不肯 - 你说到了医院,要在那里住,你都不能去长沙 - 真是,你总是很听话,就这一点不听话 - 我不可能不去啊 - 不可能不去啊 - 可是今天好多了,妈妈帮我治疗好多了 - 是 - 我们现在,就是从纽约去某一根山湖中 - 到这一位美女 - 先生,在练歌当中,都睡着了 - 其实我也很想睡 - 其实我也很想睡啊 - 其实我也很想睡啊 - 子猪的席来,残 Vlog - 上天那边都充滿了 - 人 brigade没了 在北京啊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吃饱 吃饱了之后 你才有力气去 去唱歌 现在是吃在朋友 你睡在朋友 现在 对 对对对 不到五点四点四十 这是刚刚接到的编曲 所以说怎么办呢 告证 影响你 影响你 对 把那个打破啊 这场的压力存在于 你如何通过音乐本身去争夺 留在这个舞台的机会 我很珍惜 综合上周的得票率 和本周的得票率 相加以后 排在最末的歌手 将是在本轮淘汰离开 被替补的歌手 上一场张信哲 第六名 王熙第七名 近人是听天命 这个绝对是古人的智慧 该做的 我该努力的 我还是要做好 至于那个天命是什么 那个就不是我能够控制的 我就只能学习接受 这场也是 幸运是听天命的 当然了 我每一场都是 对于王熙而言 如果要想留在这个舞台上 他一定要知道 自己的独特的价值 他要选到的歌曲 能够让他的这种音色 表达的淋漓尽致 舞台的所谓的霸气 这个霸气就是 你对舞台的掌控力 你通过舞台 能够有多少观众 为你而磅磅 今天能够成为一个 知名的歌手 站在舞台上 可以这样做演绎的歌手 那条路都是很漫长 他怎么会搞到这么严重呢 好可怜啊 平常这样子生病 你就是要休息 不要讲话了 听着好心疼啊 完了你尽量不要讲话好了 就用写或者用笔画 平 要还有个G 好心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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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朋友特地是从台湾过来的 对啊 全部吗 全部 一共有多少个 二十二的 天啊 你知道吗 就是我看你只有这种状态啊 还挺放松的 一点都不紧张 因为我们上一期的那个排名嘛 不是那么的理想 啊 你怎么提醒我不想想的事情 对啊 因为其他的车啊 其他的歌手 他们肯定都在讨论我们 一个是我们 一个是王熙 对 王熙和常兴之人 一样 同时不变 但是不变 对啊 阿哲跟王熙 王熙 我叫你 王熙 哲哥 嗯 你觉得学生比较危险呢 哎那怎么办呢 我昨天 我昨天有偷听到王熙唱歌 怎么样还好吗 还好 我会偷听到你 多多取笑吧 那个就是因为 我们两个人上一周成绩非常好 嗯 对啊 对啊 然后 然后我就抱了五首 所以这个歌还不是你晚上一定唱的 对 我们聊天 他说他准备了五首歌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会唱哪一首 五首 对啊 其实他的声音啊 因为很低嘛 就属于那种音泡 嗯 所以他选歌是非常有局限 对 因为歌选得好 他觉得低 嗯 我们是 没得选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今天这次的比赛 完全不是我决定做什么 完全是小朋友决定 那你知道这一周 是淘汰赛吗 我知道啊 我没办法换歌啊 因为小朋友没有别的时间可以来了 所以你是为了他们 对啊 我今天会这么轻松就是 我就不想名次了 因为我想到可以做 可以达成这个事情 我就很开心 就是你一直保密的那个东西 这样终于可以说 对 看今天屏幕好满 就是因为今天淘汰赛期 大家压力都还蛮大的 对啊 还有突然压力 对 刚开始的时候 每个人就准备一首歌曲 前几期的时候就 肯定很轻松了大家 越往后大家觉得 压力越来越大 现在是 主要是今天是淘汰赛 没错 我都要哭了 盯不下来歌啊 乐队老师都疯了 很纠结 很纠结 先哪一首 王熙这一场四选一 相思合伴 四首 还没听 相思合伴 千刀 是那个吗 嗯 他呀 这个歌其实他唱一点好听 自从相思合伴 都要哭了 不下来 在心里 都不满在心里 后面有点 有点滑踩的地方 有点 不得舒服 记不记得我们当时 就是他还没出现之前 我们听了一段他唱的歌 听了一段声音 我记得好像是爱情 他如果唱这一首 我觉得很有希望 若不是因为爱着 我刚才那个爱情怎么样 爱情还好 但是就是其实太拖了 太长是吧 我觉得太长 在这五首歌里面 其实每一首歌都表明了我 对于的一种态度 所以我觉得我该拿出 怎样的一种态度 来去面对这个舞台 到底是全力的 放大招也好 还是说你只享受就好了 这个是我一直做纠结的东西 我不应该给自己压力 但是说实话 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 对王熙来说 我想他的压力会更大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歌手 都要自己去精力 去体会的一个过程 这个没有谁可以教得了 当他能够真正成功地 过了这一关 我相信他绝对又会 不像歌手的另外一个阶段 我觉得能来这的歌手 真的是一种 幸福 为什么呀 我觉得 是一种荣誉 是一种很厚重的磨练 很厚重的荣誉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吗 有信心 有信心啊 那我对你多有信心 因为我觉得你只要发挥正常 就没有问题 请看我的认真脸 你很认真 我们要特别问一下 Coco为什么离大家这么远 因为Coco现在是重度的流感 他现在声音完全哑的 我们现在就让他尽量的休息 嗓子不要讲话 所以他又怕传染大家 所以他说要离大家都远一些 前两天是整个人 病到起不来床 就跟哲哥上次一样 哲哥快点传授点经验 没有经验就是只能休息 不要再说话了 真的 所以我们首先用掌声 为Coco加油一下 加油 Coco加油 Coco姐姐加油 好了 到了这周抽签的环节了 因为这周是淘汰赛 有人会要遭遇淘汰 所以这一场的演唱顺序 显得非常的重要 大家都非常在意这个 当然很特别的是抽签的方式 这是什么新闻 要赛车吗 它是这样 就是用这个 肖克的这个车模呢 然后选一个赛道 放下去以后呢 会有个指示牌就亮起来 亮起来以后 那就是各位演唱的顺序 刺激的感觉 上周呢 Coco拿到了这个 经典户头的冠军 也就是他们可以优先选择 最佳的出场的顺序 然后我们呢 就按上次比赛 从后往前的顺序 来选择赛道 然后选完了 由沈凌来揭晓 这么刺激吗 对啊 要玩就玩大的呀 耶 好了 首先我们让沈凌来选择赛道 好 各位看到这里写的四个大字 车位已站 已经选了 我是应该站在终点区这里 这样 你是赛车的裁判吗 Coco Coco你站在这里吗 好 好 我们首先是第七位的王熙 可以首先选择赛道 先选一个车是吧 车都是一样的优秀 但是我选什么 你都不要怪我好不好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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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都看不见 只有沈凌哥看得见是吗 是的 你好幸福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完全 等一下 什么什么 Coco有话说 怎么 为什么只有沈凌看到 我看不到吗 哈哈哈 你也看得到 你也看得到 哈哈哈哈 那我选了 好 各位 金典在首 车位我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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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天呐 有没有读书是几号 有没有读书 他在出来了 一定有法出来了 7 7号 哦 哦 7号 7号 嗯 好 好 接下来是 接下来是我们 你要选哪一个 7号已经没有了 然后Coco姐应该是选的6号 哦不一定哦 没有那么容易被猜中哦 你要选第一个还是选最后一个 那就 第一个吧 第一个 对 好 Ready Go 走 是几号 2号 哦 马力太强了 来我们了 到我们了 好 你想选哪个 你选的无所谓 反正选的不好 就是你选的 哈哈哈 来来快快 乖乖 准备 我就不知道 Ready G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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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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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换经验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哎 哈哈哈 接下来 那我们两位两位选吧 智恋和组儿 Ready Go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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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烈 激烈是四号 主儿是五号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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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佳莹不是三号就是六号 那我们来看看 来看 来看 加油 佳莹你希望是三号还是六号 我觉得都很好 因为不想要的已经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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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Go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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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我们的顺序 敌视性的揭晓一下好了 Ready Go 哦 哦 六号 六六大神 六六大神 谢谢胜利 六号 大家都加油了 啊 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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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哥的喜剧 哲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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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刘烨 天籁之音 天字好奶 您现在是又看到的是 由无忧染无限家的经典有机奶 冠闭播出的《我是歌手》 第四集第八集节目的录制现场 我是歌手 感谢合作伙伴《乐视超级电视》和《VIVO X PLAY5》 《虚评金属》 《快无边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关注LETV的微博和微信 你就有可能赢取《乐视超级电视》 要旅游 找途牛 手机点击微信摇一摇 来参与节目互动 途牛百万现金红包等你来拿 广告时间也可以摇哦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是歌手 一起来玩转芒果表情 今天又到了残酷的淘汰赛 我身后的五百位大众听神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来 现场主席 3 2 1 《乐视超级电视》为歌手加油 倒计时开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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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上好 我是歌手李克勤 欢迎来到 《无人无天家经典有机奶》 我的定制牛奶 今天晚上 是第三轮 第二场 每一轮的第二场都是淘汰赛 对不对 就是说今天晚上就有一位的歌手 被淘汰了 继续下来 其实一共有五位非常右手的歌手 已经被淘汰 首发的到现在只剩下四位 很紧张 好了 第一首歌 第一位惊艳的歌手 演唱的是 丑八怪 原唱是 水几间 作曲的 李荣浩 然后作词的就是 《爱情公寓3》的编剧 甘世家 他们三位 都是霸凌后 那演唱的这一位呢 都是霸凌后 加入乐坛的 他呢 前几个礼拜 都选了一些 比较经典的 粤语歌 他希望 今天晚上 可以给观众朋友 一个图客 有请下一位惊艳的歌手 这个这个文艺 嗯 也听到我跑路路来不是也是 嗨 荣浩 初谦 老师好 你好 我们想跟你们视频通话的原因 是因为今天他选择了李荣浩 写给薛之谦的一首歌曲 叫做 《冲发怪》 好 谢谢 谢谢老师喜欢这首歌 科兴老师 真的非常感谢你唱这首歌 真的是 我现在激动的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就觉得 你好好表演 我一定会在台上 不是 我一会在台下 好好的看你表演 我想问一下 如果真的要唱的话 有哪一些地方要留意一下 老师 你开玩笑 我哪敢找你啊 你要我死啊 我是完备的 不能再完备了 你千万别这样说 老师想怎么唱就能唱 开心就好了 因为我唱那个 《冲发怪》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就马上想起 那个 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 所以我就把这两句 放进这个歌里面 好酷 好酷 那我们到时候 下礼拜一定要在电视机前 好好看一下 好好听一下 先要感谢那个 柯琴哥喜欢这首歌 特别荣幸 我觉得我跟学生 都特别荣幸 你喜欢这首歌 老师最棒 老师最棒 加油加油 有人好奇 把船边弄得好干哦 我会经理而为 尽量不会把你们的歌唱坏的 柯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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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场了 男朋友 learners跟着什么 一个歌 哪都是 什么 姆陶 hope Had 如果世界起落 其實我很美 在愛情裡面經歎 最多被消費 我寬同樣的失負 要找我不對 不所謂 如果想你以後 只要人在意 圍繞著我的卑微 也許要消退 其實我並不在意 有很多機會 像巨人一樣的無味 放縱我心裡的鬼 可是我不配 醜八怪 能否別把燈打開 我要的愛 觸摸在 漆黑一片的舞台 醜八怪 載著海裡的時代 我的存在 像遺忘 要人容易滴 灰紅煙火水 要人飆得成灰 什麼也不會 只要你足夠虛 走不怕魔鬼 對 不對 不對 如果去關西號 誰不是更會 我只能穿我一對 美麗管如罪 當欲望開始貪美 有很多機會 像塵埃一樣的無味 我只能穿我一對 美麗管如罪 我只能穿我一對 美麗管如罪 我只能穿我一對 美麗管如罪 在這曖昧的時代 我的存在 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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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憔 可是我很溫柔 外表的我 你是狂人 那就是我 我只能穿我 封巴快 其實見多就不斷 就不斷 走不去 用力採 我不堪意吉的雲白 走巴快 只是我們的時代 我不存在 在意外 他平时很少唱国语 今天突破了 这首歌很难 很难是吧 但是张道很爽 每个歌手在舞台上面 自信心相当重要 就是我在上面 我就是King 他就能够说服观众 说服听众 所以呢 他的自信心 我觉得有帮他加分 如果我是歌手 是一场球赛的话 这一场的球赛里面 上病就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又有一位 我们的主力球员 受了伤 很严重的 发生好感冒 喉咙发炎 他的妈妈是医生 就一直在帮他去 拯救 昨天碰到他 他说 不要 不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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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虽然他今天真的生病了 但是他觉得 他还是要对得起所有的观众 他会尽力在这个舞台上面 唱好他接下来要演唱的歌曲 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一些 更大一点的 加油 加油 他演唱的歌曲 我真的受伤了 有请下一位金言的歌手 Coco加油 加油 加油 这次绝对是我演艺生涯面 最困难的一次 这个事情就是发生过 就是因为在生病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在唱歌 然后越来越伤 然后之后声音就控制不了 花了好几年再把它弄回来 还是没有声音 所以在接下来算没有 我现在是准备两个首吗 一首就是没有声音之下 用扎音唱得到 另外一首就是我本来选的那首歌 我还选上那首歌吗 是用烦度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还是唱那首歌 我觉得不知道了 就我这首唱那首 我觉得那个歌还稍微能够承受一下 我会很难过 我一直每一场我都要求自己做的最好 我自己的最好 今天我没有办法 不着急不着急 没事不着急 对不起我没有声音 失去一个机会 失去这次舞台 对不起所有的观众 我想唱都唱不出来 不是你的错 没关系 没关系 不想台下这些五百位听审团 听到我这样子的表现 我很怕让人失望 因为我那天其实来的时候也是 就是不管了 其实大家不会在乎你现在相信怎么样 其实看到的就是你那个精神 对啊 今天彩排的就是其实对于Coco来讲 并没有像她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完美 她觉得 把她的手带的留下的位置给你 对 我其实还好 我换了 跟我换了 真的 你这么美的歌 后面也得撑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位置 可能对阿哲哥更好 如果我这个位置可以帮到别人 我宁愿这个交给别人 我如果她因为我跟她交换的位置 然后她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我也觉得很光荣 在没有声音之下去唱 我不管名次 不管成绩 我去结束一切 不想 难关低头 奋斗 报索 他瘦了 瘦了好多 我觉得 我这个 做出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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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担心 我这首歌很高 对 你应该最能够理解她 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 那种着急无助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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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光也暗了 明月的深暖 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 窗外阴天了 可是无聊了 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电话响起了 你要说话 还因为你心里对我 又想你了 什么的声音变得冷靠了 是你变了 是你变了 灯花熄灭了 音乐静止了 灯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 天下几云了 人世不怀了 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等光熄滅了 音乐停止了 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 春外晕天了 人生无量了 我的心开始想你了 电话响起了 你要说话 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 这么的声音变得冷淡了 是你变了 是你变了 灯光熄灭了 音乐静止了 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 天下起雨了 远迟不回来 我的心 真的受伤了 我的心 真的受伤了 这几个空缩 这么大吗 和我们控制这样的气息的 太了不起了 我觉得 我觉得 首先 我证明 因为 说真的 如果你不知道他生病的话 可能真的听不出来 如果生病就可以唱成这样的话 真的很厉害 我在下午跟他在 谈话的时候他还是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很对不起 还有回去好好地休息 我们给你掌声鼓励李文 谢谢 敬演就这样 就跟体育比赛一样 不管你实力多强 前面的成绩多好 但是一旦身体有了伤病 确实就会影响成绩 但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要为李文这种 今天能够上台表演鼓掌 他今天讲话的声音是沙哑的 但是在这样沙哑的状况之下 我们一般人恐怕根本没办法唱歌 但是他非常技巧聪明的 去转换了他的共鸣的位置 除了他的音色可能有瑕疵之外 他对于节奏的掌握 对于很多技巧的铺陈 对于感情 还是非常非常到位 我真的觉得应该为他鼓掌 希望真的他可以尽快康复 也真的希望在这舞台上任何一位的歌手 再一次生病 好不好 好 第三位的经验歌手要出场了 他呢 每一次都做出了功课 听说他今天还请了新的形体老师 要演唱的就是顺艳之的 猜不到什么歌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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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邀请下一位今年的歌手 他是咕咕咕咕咕咕咕 是孙艳之的一首快歌 所以 我觉得他对我的难度就是 我真的要在台上放到最开 那个放到最开的情绪 还是是最自在的 也没有耍狠或耍帅 而是就是平常的一个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觉得蛮好的 比我早上看的时候 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惊喜 其实有很多 你自己自发出来的动作 其实是很有魅力的 其实肢体老师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冲击 我才突然觉得我好像一个新人 但说实在我也出来唱歌唱了八年了 大家原本可能也都会预设说 许佳莹你不要去纠正他的肢体 搞不好他就是要那样子 我们也看习惯了 我也真的是好不容易才形成了一些风格 然后我到这边 为什么要轻易地被别人的看法动摇 前面一半其实我都在挣扎这些事情 我们最难的其实是要在这些中间的取舍 就怎么样在保有自我风格的同时 让人家觉得说你更淋漓尽致了 好可爱 好可爱 像个小精灵一样 mesmo 没见过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数数钞票永远都比表欠少 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包 可惜自己什么病都难吃药 逃光和宝负老老 名字花调 谁比谁好 能差到多少 制造都要 想成的报道 既然坏的 统统摆不掉 用力思考 我们都好 我们都是鸟 冬天飞翔 那风的怀抱 一起煮草 你整飞一道 放弃思考 我不要 地球还不太熟 旅行像的太空 月球没有好朋友 相爱不肯拥抱 臭根记得太老 缘世的情调 是什么面貌 我好想知道 能不能就让 能不能放下 一点就好 真是就好 谁比谁好 能差到多少 制造都要 想成的报道 既然坏的 我拨戴不掉 用力思考 Let's wake up in the morning Let's go to bed at night Let's make it in the big sunshine You make it in the light Let's bury all our heartaches Let us get along Let's hold our head and save the world 谁比谁好 能差到多少 制造都要 放弃思考 你报道 既然坏的 统统摆不掉 用力思考 我们都好 我们都是鸟 冬天飞向南风的怀抱 一起主唱 这里就一样 放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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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就要 等一样 放弃都是温和 好棒 突破自我 对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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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你可以介绍你的情体老师给我吗 我有可以做这个 还有 很好 很好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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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看到你在舞台上跳舞 我家肚子好饿 你是因为跳累了吗 我可以吗 当然我可以 你知道我好嗨 好了好了 今天徐佳莹自己应该唱得很嗨很过瘾 然后对于我文艺小清新变到了一个音乐小茉莉 他超嗨的 他第一次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面跳舞 非常棒 非常棒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谢谢 好棒 对 因为今天Coco身体不舒服 他决定回去穿暖一点再过来见大家 好奇怪 刚才在台上觉得声音有了 唱完之后又没了 这就是歌手 对 所以你要把一点点声音留到那个场上 很棒 很棒 好 接下来 这一位今年的歌手 其实他这个礼拜要唱什么歌呢 一旦看他的发情 就知道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出情歌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请下一位静眼的歌手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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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我可是負責 New Times 我的美人 我真可愛 哎呀 ヽ돼의 아름다운 그 꿈의 속으로 날 사로잡았지 yeah 嘿咖啡 隔壁边い項目 隔壁邊い項目 あそり離間ちん 밤을 함께하지 oh honey oh baby I'm so neutrin 我也被藉着了 天啊 tact 一 ocur 一出 一再 我心里很難聽 我可以忍耐 我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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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中心 呀那你情世败 猜好累死 耶耶耶 我超过的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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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节奏的顿点 包括他可能脱外套 甩帽子 那所有都是精心安排 精心设计的 他是掏心挖肺的 在为我们表演 每个听众都觉得 他在唱给我听 他在表演给我看 他为了我在卖命 这个在我们很多国外的歌手 国外的艺人身上看得到 我觉得艺人要做到这样 就是成功的 谢谢 Sexy Sexy 谢谢 谢谢 太帅 太帅 谢谢 那又介绍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在每天晚上的比赛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 有请我们的梁俏伯老师 老师今天准备了介绍我们 这么庞大的团队当中 谁了 金海英选乐团 和我们的梁俊 也许可否 冷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 好厉害 好厉害 这样的话你想我们左右护法 你一定左右合力 一定没问题 绝对踏实了 对吧 下一位的金眼歌手 其实他在这个舞台上面 有两位的老派当 因为在这个舞台很周结 也就是是派当也是对手 怎么样去对待他的派当跟对手的呢 他就拿他的歌来唱了 上个礼拜他唱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歌手 叫李柯勤的《月班小夜曲》 这个礼拜他选了一首 他之前跟阿哲合作过的一首歌 有请下一位金眼的歌手 《想着你的感觉》 想着你的感觉俩一起唱 今天他一个人唱就是《单相思》了 哇 女神啊 还有一首歌 部分的歌手 平衡的歌手 平衡 you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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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不敢是你洋溢 让你发觉自己是荒芸 每一次我换你 总是那么细细的 不让寂寞听到 嘲笑我有温柔的声音 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 骑成你的孤单的房子 我在上楼下楼开门盖门 翻着抽屉寻知你名字 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 从你回眸而去那天开始 我的日子写成诗诗的背后 寻着你名字 想着你的感觉 又如雨的缠绵 淋湿我的岁月 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 想着你的感觉 又如风的欠缺 吹乱我的日夜 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 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 骑成一道孤单的房子 我在上楼下楼开门盖门 翻着抽屉寻知你名字 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 从你回眸而去那天开始 我的日子写成诗诗诗的背后 寻找你名字 想着你的感觉 又如雨的长眠 淋湿我的岁月 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 想着你的感觉 又如风的天雀 雪乱我的日夜 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 想着你的感觉 又如风的天雀 又如雨的缠绵 又如雨的缠绵 淋湿我的岁月 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 想着你的感觉 想着你的感觉 又如风的天雀 你吹落我的日夜 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 吹落我的容颜 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 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 吹歌 赶紧 是曼妮吗 曼妮 曼妮 谢顶峰要不要来啊 非常意外地让我发现 他唱普通话会比唱粤语更好 这首歌它其实是ABC三个乐段 B段 两个委屈 这乐剧其实非常考验七夕功力 这就能见功力 很漂亮 很好听 谢谢 知道吗 我在他后面我多害怕 好棒 快去赛三王 怎么样 有信心 加油 哇 你使出了好多汗啊今天 好轻松 还是会紧张 下一位的金眼歌手 他跟洪老师有一个约定 他说如果到今天就还没被淘汰的话 他就会唱以下的这首歌 为了这首歌他邀请了一班来自台湾的一些小朋友 因为在三十多年前 当他还在念书的时候 就去当自愿的老师 去教育那些在边缘地方的小孩子 所以他今天特别选了一首 非常非常有感觉的歌曲 是苏瑞的《亲爱的小孩》 有请下一位金眼的歌手 加油 有请下一位金眼的歌手 加油 有请下一位金眼的歌手 加油 对啊 是有一个大计划 对啊 我今天就是要带你亲自来了解这个大计划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 有一群小朋友们正在等着我们 所以这个大计划跟小朋友没有关 对 大概快三十年前就是我大学的时候 我去那边支教 所以那些小朋友 他们的爸爸妈妈是你当年的学生 学生 那他们爸爸妈妈还记得你吗 应该不记得了吧 到了 好 校长好 你叫粉丝 你叫我大 985年的时候你来这里 我叫过你吗 你是我的老师 真的吗 对 那时候你帮我起英文名字叫Simon Simon Simon 就像那个艾鲁潮水嘛 对啊 我在电视说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呢 怎么好像没有变 没有吗 真的没有变吗 对啊 那个时候你看到他也是这个样子吗 比较帅一点 比较帅 比较帅 还是有变化的 然后他说你鼓励我 你还记得吗 我手断掉 然后我左眼是施米 他说你一直鼓励我 后来我就一直很努力很敢 一直很用功读书 后来我就计政大 因为你住所欲业 所以我的生命中你有功劳 谢谢 谢谢 真的 很开心 很开心 好吃 我一直都记得他 真的只证明两点 要么就是大叔的记忆力好 要么就是你没变样 他不是大叔 我才是大叔 他是我 大叔 八五年 他大学我 我小六年 对啊 对 大叔 他们并不是你吃资助的 最大化的地方 其中一个 就是我只要是知道 知道有什么地方需要 我就会去帮忙 去资助他们这样子 我从高中就开始了 一直到大学 哈喽 哈喽 就是长期以来 一直会关心这一群小朋友 来宾好 我变来宾了 这么生疏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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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赚的钱比较多 我就做大一点的事情 那学生时期 没有那么多的钱 那我就多付出一点自己的劳力 他有琴耶 对啊 现在有琴了以前没有 对 以前没有琴 以前都没有 所以没有办法上音乐课 对 他们有一个很赞的唱歌方式 什么方式 叫做八步合声 因为我们的音符 就Do Re Mi Fa Sol La Si 对 就七个而已 但是他们能够合出八个声部 全世界只有 他们的合声方法是这个样子 啊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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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台湾有好几个偏远地区的学校 他们有设立音乐教育的想法 但是呢 因为各种资源分配的关系 他们在偏远的地方 其实很难受到正统的 或是良好的音乐教育 很多的少数民族 他们都有很高的音乐天分 所以他们唱歌都唱得很棒 对 对 你们SHE有没有三个都来 没有 没有吗 还有一个呢 他在家里他也发烧了 他也发烧了 对啊 其实我本来只是用我的老五捐给他们 但是我后来一想 有这么多需要 我干脆做大一点 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 呼吁大家去 帮助这些偏远地区的小朋友 让小朋友们可以接触音乐 学习一技之长之外 也能够顺便保留他们自己 独特的英语风格 再见再见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希望还有智慧 再跟你拥抱 会会会会 好 所以这次的亲爱的小孩 我希望他是一个比较开心的感觉 我希望传达的是这群可爱的小孩 带着感谢的心 来谢谢大家 让大家看到他们的成长跟坚强 哇 民族风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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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小小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 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漂亮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 却找不到别人倾诉 聪明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 在风中寻找 从清晨到日暮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然后吹熄了蜡烛 在黑暗中独自漫步 我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親愛的小孩 今天有沒有哭 是否朋友都已經離去 留下了帶不走的孤獨 親愛的小孩 今天有沒有哭 是否遺失了心愛的禮物 在風中尋找 從清晨到日暮 我親愛的小孩 為什麼你不讓我看清楚 是否讓風吹熄了蠟燭 在黑暗中不自忙碌 我親愛的小孩 快快擦乾你的淚珠 我願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願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 我願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 我親愛的小孩 為什麼你不讓我看清楚 是否讓風吹熄了蠟燭 在黑暗中獨自漫步 我親愛的小孩 我親愛的小孩 拍拍擦乾你的淚珠 我願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願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願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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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的 很有朝气啊 对啊 好感动啊 这热泪很快 这些小朋友今天也表现得好棒 我前面的感觉对了 怎么唱 他就会唱到那个情感 首先他的声音就特别的好 很空灵 能让人带回到一种 很纯净的一个世界 第二 今天这帮孩子的表现太好 他们的演唱是非常真挚 很走心的 跟张艺哲老师相得一仗 我自己都觉得我眼泪快下了 这个就是我是歌手的力量 哲公 爱心 真的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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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非常感动 感动 我也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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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一位 没关系 我是一位很有经验的主持人 可以不讲解一句的 超越 超越 好 下一位的经验的歌手 他是那种 就像红酒一样的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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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下一位 加油 加油 我这首歌其实想放后门 这一下我赶紧骑一下 别排这个行吗 露馅的好吗 每天就是磨捧嘛 唱嘛 我从来都没有如此的认真 去对待一件事情 还是有点不行的 有点深的 其实中音低音 这样音区的歌手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生存其实是一件 特别辛苦的事情 因为在中国特别适合 我们表达的作品 其实很少 二十五首歌 二十五首歌 到时候都听见吗 看哪个好听 You never feel a feeling why it is strong What I had in mind What I had to throw Baby love Don't don't turn the last down low 你选的歌越多 其实是越充沛 但是对我来说 就压力就越大 为什么我要回忆 还有不到十二个小时呢 这编曲的这个事呢 我突然想起来一首歌 那个莫为未的那个爱 你再唱一下白话里面吧 你再唱一首歌 你再唱一首歌 你们得试 试完了才是 我觉得有点累了 体力也累 心也累 我觉得好 是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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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you went away 哎呀我被撞了他 不知道吧 除了在录音棚 就在去往录音棚的路上 若不是因为若 别想那么多东西就讲故事 哎 我发现反而没有我最初的那种 灵动性 你纠结台下的人也会跟着你 一起着急 所以我觉得不能再给我自己压力了 我应该好好地去享受这个舞台 所以说来到长沙带了五首歌 还是觉得 Chin Marry是最合适的 其实我在其他舞台上 曾经也唱过 但是每一次演唱的时候 对他的这种理解是不一样的 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 在场的 以及所有知识 我的朋友们 他们都是我的亲爱 所以说 我希望把这首歌唱给他们听 希望能够在 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能够重新去了解他 重新去爱上他 看来 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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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還吹著風 想起你好溫柔 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輕鬆 也不是無影蹤 只是想你太濃 怎麼會無時無刻拔扭 愛的路上有你 我並不寂寞 你對我那麼的好 這次真的不對 也許我應該把你擁有 就像你一直為我守候 親愛的人 親密的愛人 謝謝你這麼長的時間陪著我 親愛的人 親密的愛人 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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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的路上有你 我拼不弃我 你对我难过的话 这次真的不错 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护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 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 这是我遇生最幸福的事 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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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王琪很好地把她的声音的魅力发挥到极致 在这首歌曲当中很圆满地表达出来了 应该没有什么遗憾 好好听啊 有没有发现你在家里面听好听啊 现场比较好听对不对 你知道原因吗 就是因为你家里面少了一部电视 是弱势超级电视 如果你家里面有一部的话 马上就好听了 无人无添加 经典有机 男爱 我是歌手四的演出就已经结束了 非常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现场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谢谢 我觉得你很喜欢唱梅艳芳 徐晓峰 今天就唱了 是 非常好 好听吗 非常好 真的 来 下次的 我吃完了 我吃很多 我吃很多 怎么了吧 她说你坏 就是你好坏 刺相 这怎么翻译 这有个刺相 你们两个 你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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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忘记 哪有 哦 哦 愁八怪 哈哈 那我帮你来这样 可以 我讲错了那个 辛苦辛苦辛苦 辛苦辛苦 哎呦 你说草草什么 他是那种 超越 年龄 的嗓音 你喜欢吃草米对不对 草米 也是那个草 哈哈哈哈 沙哑成这样还起头还是 他觉得曾志伟发音 对啊 哦对 那我用假音就可以讲话了 就像这样志伟一样 像曾志伟这样讲话就可以了 那王熙发不出来 哈哈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他叫曾志伟 哈哈哈哈 可以啊 可以啊 下次你试一下自己 哈哈哈哈 这个是讲健身的吗 虾小姐 对啊 好性感 好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啊 对啊 好棒 但是 你试一下 韩国语叫 王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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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情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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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刘夜天籃之音天赐好奶 本来默示由无阳无天家的经典有机奶冠名播出 我是歌手第四季官方指令座驾 由东风日产全新肖客 给大家赞助 感谢大头大白高姿大白水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途牛 手机点击微信摇一摇 来参与节目互动 途牛百万现金红包等你来拿 广告时间也可以摇哦 更多歌曲音频 尽在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网易云音乐 虾米音乐天天动听 更多精彩视频 尽在芒果TV 同时您还可以登陆 酷狗酷我 来参与高姿白金唱片的网络投票 支持林姓母当中最爱的那首歌 更多歌手的经典曲目 请登陆唱吧 今天是我是歌手 第三轮第二场淘汰赛的竞演 感谢各位带来了精彩的表演 谢谢你们 今天会有歌手淘汰 王熙在上场最危险 你的自我评价和感觉是 我今天其实一整天的这种 心情是很起伏的 但是很多前辈能够来我的房间 然后在安慰我 在鼓励我 非常感谢他们 我很满意今天我的表现 好 首先呢 我们还是来进行 经典户头环节的前三名 无污染无添加 经典有进来 我是歌手 第四季 第三轮第二场淘汰赛 经典户头环节 七位歌手每个人选三票 排在第三的空缺 这么快 今天好快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那么我们为大家揭晓第二名 经典户头第二名 第二名的答案是 空缺 太多 我要说三个字是 不公布 为什么 两个字是 太多 因为有三位歌手 因为我们公布前三名 那么所以说 经典户头的第一名 他就是 张信哲 张信哲 我可以 我可以 谢谢 谢谢 恭喜 下一次你可以 约先选择出场奋血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个金拳杖 虽然 那个怎么说 比赛的时候有很多的压力 但是呢 我真的很感谢这些小朋友们 他们站在旁边的时候 我就很有安全感 他们陪着我一起 我就可以 很安心地唱歌 蛮可爱哦 对啊 对啊 所以 我要把这个给他们 跟他们一起 绕场一周 绕场一周 对 再次准备 谢谢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为大家公布 淘汰赛的淘汰结果了 综合上周的得票率 和本周的得票率 相加以后 排在最末的歌手 将是在本轮淘汰离开 被替补的歌手 而且呢 我看了一下 观众票选出来的结果 至少跟上一次 悬殊会非常的大 所以让我们今天的淘汰结果 也就显得特别的扑朔迷离 我们首先为大家揭晓 本场进演的排名成绩 吴武染 吴天佳 今天有记耐 我是歌手 第四季第三轮 进演结果 我们前几期 是从第几名开始公布的 从中间 以前都是第三 第三名 第四 四名 对 那我们这次就不走寻仓路 选一个不三不四的名字 好不好 好 我们先为大家揭晓 找不到表 我们要揭晓的这个 不三不四的名次是 第五名 本场进演第五名的歌手 他的经纪人 是一位男艺人 有三个 有四个 就是第五名会是在李克勤 李文 黄之列 荣祖儿之间 那么现在想请各位经纪人分析一下 有谁会觉得自己的艺人可能不在其中 不会是第五名 你不是问经纪人吗 问你举手 我觉得我是更差的 如果我可以得到五 就是因为是同情分 我觉得我是比五还要更差 预言也接受了 我觉得今天 黄之列的表现真的非常不错 很华丽的一个舞台 而且舞蹈也很好 真的用了很多心思 在我的想象当中 我觉得应该是在上位圈的 其实智烈在前面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其实对于我们祖儿来讲 压力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祖儿是顶住了压力 而且把这首歌已经演绎到了 非常完美的一个境界 我觉得应该也是在上游的这样的位置 客情哥在质问佳哥有没有举手 我问你为什么没举手 他是该举还是不该举呢 当然要举手了 佳爷为什么不举手呢 第五就是不散不适啊 我这个人这么正经 怎么会不散不适啊 因为今天我手机很倍 抽了个第一 因为他上周是第五 所以我从心里希望 他这一周能够战胜自己 就是往前前进几个位子 因为我的原因 没有了 那么我们的第五名 究竟是不是李克勤呢 本场进演的第五名 不是李克勤 那就是说 会在李文 黄志烈 董祖儿之间产生 我们进一步缩小范围 第五名是 是一位女歌手 本场进演的第五名是 荣祖儿 其实我心里面是觉得 我自己应该是得到第五的 之前不停改歌的情况 然后心情也非常 就是有一定程度的起伏 我很紧张 到现场的演出的时候 有拿回一点点水准了 但是你说是不是最好呢 我觉得最好 好戏在后头 有机会不用被淘汰 我就等着下一期吧 下一期再努力一下 好 期待你下一场 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 好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本场进演的第四名 本场的第四名和第三名 只有一票之差 应该说跟前三同样的荣耀 他演唱的是一位天后的歌 符合这个要求的举手 拉拉唱的是孙燕姿的 阿哲唱的是苏睿的 王熙唱的是天后中的天后 梅艳芳的 本场进演的第四名 就是这三位其中之一 这位以一票之差 屈居第四的 第四名是 徐佳莹 谢谢大家 虽然第四好像是在中间 可是他那个 洪老师说只有一票之差 我也会觉得 我今天这个突破 算是有做对了一个 这样子的决定 然后觉得自己很享受 在台上这样奔跑 然后把头发甩乱 我觉得那个过程 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确实做得很漂亮 恭喜 恭喜徐佳莹 公布了第五名 第四名 那么大家一定关心 本场进演的第三名 他就是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手机有什么不一样 屏幕不一样是 它不是屏的 对 是一个曲面 是曲面的是吗 所以我们今天拿到了新款手机 所以揭晓方式也不一样 我们先跳过第三名 听最好的消息 为大家揭晓第一名 本场进演的第一名 他在今天的舞台上 带来了一个 与众不同的表演 与众不同 哲哥今天 非常与众不同 对 我觉得我们听与众不同的 智利今天才与众不同 对 哲哥和欧巴尔 对 就在这两位歌手当中 压保啊 压保啊 本场进演的第一名是 我觉得今天完成的 非常的能够 我相信 小朋友们也会很 care 这个成绩 我还是希望能够 把好消息带给他们 本来就在演舞上 就是娅风的 但是 有点失识的 我们就没的 好演舞台上 当成功的 做完事 感觉 所以 感觉 做完事 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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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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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用快歌 用热舞 来获得了第一名 大家觉得你是苦藏 是你的特色 但是好像凭着另外一种方式 反而会更得到大家的认可 你怎么看这个 因为我已经成功了一顶 因为这场舞台 能够成功了 这场舞台很严重 我认为最好 我认为这场舞台 我认为这场舞台 非常感谢 请坐 好 刚才为大家揭晓了 五四一 没有揭晓的是二三 六七 我们既然用了 与平时不一样的新手机 也换一个套路 来为大家揭晓一个 从不会在这个时候 揭晓的一个名次 第七名 天哪 王熙上次你拿第七 是什么感觉 吓死了 有一种过山车的感觉 很难受其实 真的很难受 那么本场 承受这最大的 进演成绩压力的 第七名 是在 李克勤 李文 戎祖儿 对不起 但只有我们脆弱的 小心脏了 别怪我 别怕 别怕 他是在李克勤 李文 张信哲 和王熙之间 本场进演的 第七名 他坐在我们舞台的 左侧 两个位置当中的 一位歌手 一位是永远23的 克勤大哥 一位是永远18岁的 可可姐 那么本场进演的 第七名 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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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特别的心疼 就像克勤所说的 如果说是一个球赛 那么最怕最怕的 就是受伤 他是带着重伤 踏上这个舞台 最终重伤 感同身受的 应该还有阿哲 谢谢你 谢谢 靠靠 早日康夫 早日康夫 靠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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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都是当歌手 然后都已经有 蛮多的经验 对于唱病 今天真的 他有一些变化 风格 转成另外的一个唱法 如果我去投的话 我会投很高 我有话要说 其实 对我来说 我最能够感同身受 Coco的 站在台上的那个处境 但是呢 其实在这边 我要特别感谢Coco 因为他这一次把他的 第六位让给我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决定 就是说 当自己在身体最虚弱 最需要大家安慰 最需要大家关心的时候 他想到的是去关心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 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在这边我真的要替 所有的小朋友们 再次谢谢Coco姐 谢谢 请坐 那我们现在先回复一下 上一周的排名成绩 本场获得第一的 黄之烈上一场第四名 本场第四的徐家营上一场第二名 应该说这两位歌手肯定安全 本场第五的容祖儿上一场第三名 本场第七的李文上一场第一名 现在我们还有三位歌手没有揭晓名次 分别是李克勤上一场第五名 张信哲第六名 王熙第七名 他的名字将会在第二名 第三名和第六名当中产生 我们先为大家揭晓第二名 本场继演的第二名 是带来高难度演绎的李克勤 还是带来了爱的情怀表演的张信哲 还是声音极其珍贵 让大家有一种醍醐灌顶感受的王熙 本场继演的第二名是 是爱张信哲 恭喜你 等的时间太长了 太不容易了 谢谢 谢谢 你这个一定要抱一下 谢谢 好开心 谢谢阿德 谢谢 应该说是安全脱险了 这一次可以带来这么好的表演 其实真正最大的工程 还是在这些小朋友 所以在这边除了谢谢大家之外 我也谢谢所有小朋友们的帮忙 然后呢 也代表小朋友们 谢谢大家给他们这么多的鼓励 谢谢 好 恭喜阿德找回了最好的状态 加油 谢谢 请坐 接下来 还有两个有一些悬殊的名次 一个是第三名 一个是第六名 一位是大家爱戴的歌坛老将李克勤 一位是乐坛新生 如果李克勤获得第三名 因为他上场就比王熹名更高 那么淘汰的将会是王熹 如果是王熹第三名 王熹逆袭 本轮淘汰的战局 就会变得突作迷离 将可能会在王熹 李克勤 甚至是李文中产生 本场戒演的第三名 这个充满希望的第三名 他是 他就是 喝水 他是喝水 对 对 这个时候才喝水 哎呀 本场戒演的第三名是 王熹 恭喜王熹在本轮取得了 第三名的好成绩 李克勤是第六名 但是 这只是本场进演的成绩 因为 这一场和上一场 出现了非常大的反转 所以让场上 最终淘汰的战局 变得扑作迷离 本场第三的王熹 上一场第七名 本场第六的李克勤 上一场第五名 那么还有一位 在名次上悬殊 在本场比较落后的李文 不是我最佳状况 我能做多少 我全部都放在这个舞台上了 就算被淘汰的话 我一点遗憾都没有 我真的希望大家看到我的努力 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 李文在这一场的得票 得票率非常低 但是因为他上场的成绩 得票率非常高 从目前看到的 评分统计当中 李文 安全 那我们的淘汰人选 将会在李克勤和王熹当中产生 无污染 无添加 金典有机奶 我是歌手 第四季 第三轮 淘汰赛的最终结果 《淘汰离开》的歌手是 《淘汰离开》的歌手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很残忍的就是说 你已经听完了本轮的第六第七名之后 你马上还要听淘汰赛的第六第七名是谁 而且正好都是落在这两人的手上 王熹 那我还对他充满了很多的好奇 想要再多听或是多认识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哥哥 柯勤哥 太煎熬了 总是要搞到那么紧张嘛 我有点受不了啊 手汗都出来了 本轮进眼 离开的歌手是 我没觉得有任何人是安全的 当然我不希望是我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我多好我也没办法 无论今晚的成绩 是走是留 我觉得在这一周里边 我尽全力了 他就是 再继续 王熹 继续加油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我觉得 我能够 作为这一代的歌手能够站在这里 我觉得我已经已经非常的开心了 我今天其实 情绪非常非常的 变化会很大 但是我在下午的时候 以及我在演唱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种很释然的感觉 我觉得这才是刚刚开始 以后的路还成 然后能够结识 这么多的好朋友 我真的很开心 继续加油 富伟在我们还会来的 加油 加油 加油了 王熹是我们第一位 踢馆成功的歌手 就是在于 他还是有着他独有的 艺术的魔力和张力 吸引现场的观众 让我们的我是歌手 增加了一抹 以前从未有过的一种色彩 而且今天 我觉得你一起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是因为上一场 可能在选歌等等各个方面 可能会跟观众的期待 会有一些距离 但是 谢谢你 也希望你能够突围成功 好 加油加油 谢谢 加油了大家 好长时间都没有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挺过瘾的 既然我来了 一轮游也好 还是一直走下去也好 不断地突破自己 逼自己 之外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 洒脱了 当然了 其实你已经成功了 因为踢馆成功了 因为踢馆成功了 对啊 今晚我拿过第一 对 对吧 今晚你坐过过山车 对 对 他这个人已经很深刻的烙印在大家心里了 所以她的声音是会让脑袋 感觉快要炸开的低音 除了声音本身有特色之外 她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歌手 别再生病了 哥哥 不会 不会 好好的 好好的 对 我跟她分享了一些经历 她可以吸收 可以感受 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 真的很有未来性的一个好歌手 我跟她这么短的时间接触 我感觉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 哈啰 哈啰 老师 长得怎么了 我把传染给你们 就是没有声音 我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看你能不能弄 好啊 她看到我病这么重 教我怎么可以让我这个去消炎 善良的人永远都是会 应该是会碰到好运气 然后我希望她的事业是 我始终觉得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但是我发现很多比我厉害的人 比我更优秀的人 他们比我还努力 我必须要更努力 才能够有资格站在人眼 可能你会觉得 我只获得了一次 证明自己的一次机会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获得了是一次 换一个角度 去重新审视 我做的这个行业的机会 下一场的江辉是我们的踢馆赛 又一位年轻的歌手 金志文 他是通过层层的比拼 由我们芒果TV 谁来踢馆 然后战胜众多对手 冲进我们的踢馆赛的 一位来势汹汹的歌手 所以说你们又会有新的对手 加入到竞争当中 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准备 下一场的竞业 能够拿出最好的状态 守练成功 大家加油 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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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